再过三天 马来西亚的新学期就要展开了 无所的慈敬幼儿园 届时将会有100多位的新生来报到 而慈敬幼儿园的老师 最近是展开了家访行动 挨家挨户的来跟家长沟通 那么也来了解小朋友的个性 希望可以设计出最合适的课程 若新田小朋友的家 在马来西亚大山脚 附近大约有无所幼儿园 家长却坚持让他就读 大约45分钟车程远的高原慈敬幼儿园 实际的世界跟环境是我们想要的 也是我们这个家庭要学习的方向 所以我们就打算送过去那边 在明年1月 马来西亚的学校新学期开始 慈敬幼儿园的老师赶在开学前 先去新生家中做访试 先跟孩子打好关系了 再来就是再了解家长 然后又可以跟家长好好地沟通 至少家长也很清楚知道 我们实际的教育的教学是什么 那如果有什么疑问 他们也可以再当场提出来 园长和家长沟通 班导师在旁边和小朋友玩起来 简单的小游戏 快速建立师生关系 帮助老师了解小朋友 好像小青蛙的那个铁竹的 小朋友在玩的当下 他是其实在训练他的手眼协调 我对这些小朋友游乐 这样子的一个了解过后 我自己也会在思考 要怎样去安排我的课程 自己幼儿园的老师走出校园 走入家庭做沟通和互动 建立稳固的师生关系 为小朋友的教育做全面的准备 大爱新闻马来西亚大山脚报导